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毁灭性的攻击只有在爱中得以平息 某日下午我正在浏览推特上面的回应 看到一则来自我的好友乔登巴哈很棒的贴文 乔登是个知名的部落客 同时也是同治平权的捍卫者 这则贴文写道 要推广你所爱的 而非抨击你所讨厌的事物 乔登就如同我以及很多网友一样 都曾遭遇网络霸凌 但他将他的生命和精力奉献给同治团体 致力于传播正面能量给同治朋友 即使他的出发点是爱 但仍在网络上受到许多人的嘲笑与攻击 这对他来说当然是非常痛苦和困扰的经历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他不是自愿自意的 当个被人欺负的牺牲者 而是与别人分享所爱的事物 成为照亮他人的灯塔 他仍继续勇往直前 为他的理想奋斗着 我深信散播更多的爱 就是对抗攻击和抵挡坏事的最好方法 甘地曾经以维持和平的心灵战事 形容自己 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 已经有太多糟糕的负面事情发生了 为了平衡这世界的能量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面对冲突时 也效法甘地的精神 凡事多点赞美与欣赏 少点抱怨和恼怒 我们也要对自身能量和意图 对这世界上所造成的影响负责任 如果你是那种不经思考就评断他人 会在网路上随意谩骂 写不雅贴文 或是打击别人的人 那么应该好好反省你的负面能量 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 只要你愿意 你有能力提升自己和改变他人的状况的 所以 做出聪明的抉择吧 让乔登的贴文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吧 把这个讯息当作你毕生须致力的事 并马上采取行动 现在就把这个奇迹讯息放上你的社群媒体 并承诺自己也会努力实践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